一個符是由幾個要素構成的 我們可能會在精華的部分 我們會上圖去跟各位做講解 一個符它可以分為三段 基本三段 左右 它都是左邊一撇右邊一撇 夾在中間的內容 那你怎麼去解讀這張符呢 我們來上符咒小教室 各位如果是資工系的或是資管系出身的 一定會比較了解喔 左邊的那一撇 它就是程式的開始符號 右邊的那一撇程式的結束符號 所以它會有一個開始 一個end 一個top一個end 然後呢 最上面的那一個 是一個鑰匙 啟動的鑰匙 我們就講說什麼印證碼一樣 通常是道士個人的簽名 但它的簽名不是簽成字 是用畫一個符號 中間呢 就是行動碼 action 告訴這個元帥要做什麼事情 它就是畫八卦 可是它不會畫我們一般人看到那種橫啊 一長橫兩短橫的這種 它不會 它會把它畫成順時針的 拳拳逆時針的拳拳 它就是把它密碼畫 讓一般人看不出來 這支元帥是要做什麼 那八卦好了 八八六十四嘛 所以元帥可以做六十四件事情 那第三部分就是在那個八卦的下面 它大概佔這個符的下半部大概百分之五十左右 就是元帥的代表 它會故意把它畫得亂七八糟 讓你沒辦法一眼看出是哪個元帥 所以道士 就是正統的道士 它會先去看 欸 這個元帥 叫來的元帥是誰 那他就可以去翻那本元帥圖鑑 好 叫來的元帥是誰 然後再來去看這個八卦是畫什麼 這個元帥來這邊做什麼事情 接下來他在看最上面 這個啟動碼 驗證碼 這個序號 是誰的序號 就知道是使用者是誰 就是很厲害的道長 還是普普通通的小廢物這樣子 所以一個道士他看到那個就是 就像一道城市語言一樣 所以符咒就是城市語言 驅動元帥的城市語言 這樣懂了嗎 所以 他們這些道士要對決的時候 他就去看 這是什麼道士 所驅動的什麼元帥在這裡做什麼 如果他判斷武害就跟你講說 沒有他只是祈福 那他說如果判斷說 這次很兇喔 可能他是要對抗這邊 可能有什麼妖魔鬼怪 比如說這邊要鎮煞 這邊有什麼不好的東西在 也許有什麼顧問野鬼之類的 他處理不了就把它用鎮的 那 可能這邊就可能 比較危險 怎麼樣怎麼樣 好吧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囉 那下個禮拜一 晚上七點半 我們還是同一時間 開始持續一個小時 請期待我們的節目囉 我們今天到這邊 拜拜 拜拜